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听听每个美好的清晨 清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上主要摩西按照部族家族 调查立被人割下宗族的人口 把所有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能在上主的圣墓里工作的男人都登记下来 他们专做跟制圣物有关的工作 上主只是摩西 在八年的时候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进入圣墓 把约柜前面的帐篮取下 盖在约柜上面 他们要用精致的皮盖在上面 再蒙上一块纯蓝色的布 然后把杠子穿过去 他们要铺一块蓝色布在供柄桌上 再把盘子成香的碟子 电酒用的壶和杯都放在上面 桌上要时常陈列着供柄 他们要用一块珠红色的布 盲在这些东西上面 再盖上一层精致的皮 然后把杠子穿过去 他们要用蓝色布盖住灯台 灯 灯花剪刀 灯盘子 和所有成橄榄斗的容器 用精致的皮 把这些东西包起来 放在台架上 其次 他们要铺一块蓝色布 在经济坛上 再用精致的皮盖住 然后把杠子穿过去 要用蓝色布 把所有圣所里的器皿包起来 再盖上精致的皮 放在台架上 要除去祭坛上油腻的灰 用紫色布盖在祭坛上 把一切祭坛的附属物件 就是火顶 火钩 火铲和火盆 都放在上面 然后要在上面盖上精致的皮 把杠子穿过去 拔营的时候 割侠宗族要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把这些圣物和所有的附件盖好以后 台来 杠台 割侠宗族的人 绝不可触摸这些圣物 否则会死亡 移动圣物的时候 割侠宗族要负责这些事 祭祭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萨要负责看守整个圣物 以及灯油 香 素季 圣油和圣物里 一切分别为圣归给上主的东西 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 不要让割侠宗族的人走进这些制圣物 免得他们被击杀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事 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入圣物 派定美人的工作 告诉他们该抬杠的是什么 如果割侠人进圣物 观看祭祀 在做搬运圣物的预备工作 他们会死亡 格顺宗族的职责 上主命令摩西 要按照部族 家族 调查利未人格顺宗族的人口 把所有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能在上主的圣物里工作的男人 都登记下来 他们要负责钢台以下的物件 圣物里面的木顶和外面的顶盖 盖在上面精致的皮 门梁 圣物和祭坛周围院子的围帽和绳子 院门的门梁 以及所有安置这些东西的附件 他们要管理一切 跟这些东西有关的事物 摩西和亚伦 要监视格顺尊族的人 做这些事 督导他们搬运亚伦 和他的儿子们 派他们搬运的物件 这些工作 使格顺尊族 在圣物里该负的责任 他们要在祭祀亚伦的儿子 以他马的指挥下 执行任务 米拉利宗族的职责 上主要摩西按照部族 家族 调查利未人米拉利族的人口 把所有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能在上主的圣物里工作的男人 都登记下来 他们要负责 钢台圣物的骨架 横木 柱子 插座 以及圣物周围段子的柱子 插座 圣子和所有安置这些东西的附件 个人要负责抬杠 所指定的附件 这些是米拉利宗族 在圣库里开赴的责任 他们要在祭祀亚伦的儿子 以他马的指挥下 执行任务 摩西 亚伦和会众的领袖 遵照上主的命令 调查利未三个宗族 戈侠 戈顺 米拉利的人口 他们按照部族 家族 把所有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 能在上主的圣物里工作的男人 都登记下来 戈侠宗族 两千七百五十人 格顺宗族 两千六百三十人 米拉利宗族 三千二百人 总人数 八千五百八十人 照着上主给摩西的命令 每个人都登记了 遵照上主 既摩西所命令的 人人都有指定的任意 或负责侍奉 或负责港台 民数纪第五篇 不洁净的人 上主对摩西说 你要命令以色列人 把患疤疯病的 遗漏症的 触摸到尸体的 那些不洁净的人 都赶出营地 要把所有在礼仪上 不洁净的人赶出去 他们就不至于污染营地 就是我所住的地方 以色列人遵找命令 把这样的人 都赶到意外去 赔偿 上主告诉摩西 要以色列人 遵守以下的指示 如果有人对上主不忠 犯错误 得罪了某人 他必须承认自己的过错 把所亏欠的全数 还给他所得罪的人 另外 再加上五分之一 倘若那人已经死了 又没有可收受赔偿的近亲 他就要把钱 献给上主 归祭祀使用 这项赔偿 是在礼仪上所需的 输罪粮之外 另外加上的 每一个以色列人 给上主的特别奉献 都要归给 替他们奉献的祭司 每一个祭司 要把带到他面前的祭物 留下 一期不争的案件 上主命令摩西 要把以下的指示 告诉以色列人 有人怀疑自己的妻子不争 跟别的男人有性关系 侮辱了他自己 但是这丈夫 不一定能确定这件事 因为他的妻子 也许不漏意量 浑身 既没有证人 又没有当场被捉住 另一可能是妻子 根本没有对不起丈夫 而是丈夫多余 不管是哪种情形 这人必须把妻子 带到祭司前面 他同时要带为妻子 向祭物 一公斤大麦粉 他不可在上面 倒橄榄油 或加上五香 因为这是一心的账物 所献的素季 只要是真相 显明的素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祭司要立了女人上前 站在祭坛前面 祭司要倒一点圣水在碗里 把圣主圣墓地上的尘土洒些在水里面 然后把女人的头发解开 把要线上的素剂放在她手中 祭祀手里要捧着碗 那碗盛着祖坠的苦水 接着祭祀要叫那女人发誓 同意祭祀所说下面的话 如果你没有跟人通奸 你就不知遭受这苦水所带来的诅咒 如果你曾经跟人通奸 愿上主使你的同胞诅咒 愿他使你的肚子胀大 子宫萎缩 愿这水进入你的洞子 使你的肚子胀大 你的子宫萎缩 那女人要回答 我同意 愿上主的旨意实现 然后祭祀要把这诅咒写下来 把写下的字放在苦水碗里洗 在祭祀还没有叫那女人喝这水以前 这水可能使她非常痛苦 祭祀要把那女人手中的宿剂拿过来 在上主面前摇一摇放在祭坛上 然后抓一把面粉作为纪念 在祭坛上收话 最后祭祀要拿着水叫那女人喝下 如果她确实跟人通奸 这水会引起剧痛 她的肚子胀大 子宫萎缩 她要被同胞诅咒 如果她是无辜的 她就不致遭受伤害 仍然能够生育 这是丈夫猜忌 怀疑妻子不争的法律 那女人要站在祭台前面 祭祀要执行这仪式 丈夫可免罪 但那女人若有罪 必须担当罪责 离书记第六篇 离俗人的条例 上主命令摩西 要把以下的指示告诉以色列人 不论男女 要是许下做离俗人的愿 把自己献给上主 就必须进戒淡酒或烈酒 他也不可喝葡萄尿脂的任何饮料 不可吃葡萄或葡萄糕 在做离俗人的期间 不可吃葡萄上的任何东西 甚至葡萄盒和皮都不可吃 在他许愿做离俗人的期间 他不可以剃头 他被所许的愿限制 在他献给上主的整个期间 要让头发长长 他的头发是奉献自己给上帝的记号 他不可走进尸体 使自己玷污 即使是父母兄弟或姊妹 也不可哀尽 在他做离俗人期间 他是圣化归上主的 如果离俗人身旁的人突然死了 他那分别为圣的头发被玷污了 他要再等七天 然后剃头刮胡子 这样他在仪式上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带两只鸽子或斑鸠 到上主圣幕门口 交给祭祀 祭祀要向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烧化祭 为他行洁净礼 因为他接触到尸体 当天他要重新把头发分别为圣 再次献上自己做离俗人 以前的那段日子不算 因为他那分别为圣的头发 曾经玷污了 他要带一只一岁大的小公羊 做书过祭 离俗人许愿的日期满了 要行下面的礼仪 他要到圣幕门口 把三只没有残缺的牲畜 献给上主 一只一岁大的小公羊 做烧化祭 一只一岁大的小母羊 做书醉祭 一只公棉羊 做平安祭 他也要献上一篮 无教的饼 有细面粉调和着橄榄油做的厚饼 和上面涂橄榄油的薄饼 又要献上素祭和电祭 祭司要把这些东西奉献给上主 要献输醉祭和烧化祭 他要把那只公棉羊 做平安祭献给上主 同时献上纳篮无教饼 也要献素祭和电祭 黎苏仁要在圣幕门口剃头发 把头发放在献平安祭的火上烧了 然后祭司要把煮好的公棉羊的 一只前腿和篮子里的一块厚饼 一块薄饼放在黎苏仁手中 接着祭司要把他们当作特别祭物献给上主 他们是归给祭司的圣物 除此之外 法律规定的公棉羊的胸和腿是属于祭司的 这以后 黎苏仁就可以喝酒 以上是黎苏仁应该遵守的条例 如果黎苏仁在所许的愿以外 应许要献特别的祭 必须照着应许去办 祭司的祝福 上主命令摩西 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用下面的话祝福以色列人 愿上主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主以慈爱戴你 施恩给你 愿上主看顾你 赐平安给你 上主说 如果他们奉我的名 祝福以色列人 我就赐福给他们 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 香音时光 把你迎接 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 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 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 听书 世界 名著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